嗨,大家好 今天我介绍一下我怎么样用 bookbook来做填空题 首先呢,我是在Google document里面 文件档里面建立一个填充题的基本的问题 那我通常就是把第六课 比方说这是第六课 我把第六课里面的一些单词挑出来 放在这个表格里面 总共我要做十题 所以我放了十个声词 然后我把题目打出来 那我的题目我是用这个tools voice typing来打的 voice typing要打以前 要记得先选好 这个语言是中文的 那只要一说它就可以打出来 这些打好了以后呢 我是会把原来这些 这些单词要把它变成空白的 所以我就是把这个单词 变成打成一个格子 这个是这样子的 把所有的单词都把它打出来 我通常所有的这个题目我都是会正题 简体两个都一起打 因为我的学生里面有学正题的 有学简体有学这个繁体的 正题的或是简体的 所以我两个都会一起打 那先把这些题目先出好了以后 我这个题目是自己随便打的 就是想要他们掌握复习的声词 我就把它这个变成句子 变成这个填空题 好 总共有十题 这样就做好了 这是原来的题目 然后在book里面 按这个create 那题目呢 我通常都是会按照这个中文一 第六课 这是close question 跟声词 普通的声词有所别 那 cover image 我已经把它都 我已经 我已经download了很多的image 你可以随便选一个 create set add questions 第一个问题呢 我就把这个第一个问题 卡过来 那答案呢 是大家 所以我把这个大家 打在这边 那一个是对的 你要勾一下 我通常会把 这个档案 放在旁边 这样的话 我就可以两个一起开 这小一点吧 这样把它变小一点 就可以两个一起看到了 这也把它变小一点 就可以并排一起做 答案 可以有其他的 把其他的声词 放在这边 变成其他的选择 你要这边原来就是 打好的话 这样的选择就很快 你可以选定他有多久的时间 我是给他们10秒 Question也可以加一张图案 所以我随便加一个 已经download了很多的picture 所以可以随便加一个 第一题就出好了 假装说我这个已经出好了 你就按save set 你可以找到你的 这个 可以再重改 然后你要想要把这个网页的网址存下来的话 用按这个view set 这个set呢 就是我们老师可以存的档案 你要是要想给他们玩的话 你就按这个solo 自己在家里自己玩的话 是用这个solo 假如你是要在上课给他玩的话 你就按这个 上课的时候 我们可以选一个给大家玩 好 那所有的blockade 你要是在这个 你要是是老师的话 你要sign in 假如是学生的话 你不需要sign in 只要给他这个solo 这个网址 他就可以自己在家里玩 假如他想要存他的金币 他因为玩了以后会有金币啊 会有角色会 会有的话 他就需要开个档案 那你看我原来的 原来的 这是我的档案 你只要玩了以后 你就可以 这是我已经做好的很多的这个题库 那你要是 要是是有这个付钱的话 就可以增加他的这个folder 假如是没有付钱的话 不可以增加folder 好 这就是我今天要分享的 每一个做的 其实很容易就可以上手 谢谢大家